你 抱个孩子跑公司干什么来了 敢吗 你敢吗 你要是敢现在立刻马上 我们去给孩子做亲子监定 你这闹什么呀 来 抱着孩子 干吗 我让你抱抱孩子 这孩子又不是我 我抱他干吗 但是我也不必抱孩子 他摔了我 他不是你的孩子 你抱抱也无妨 孩子也不会伤害到你的 你连这个胆症都没有 你们家蓝星的胆子可是够大的 竟敢跑到我们家来捡孩子的头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咱们坐下说好吗 这事我听说了 蓝星捡孩子头发是大不对 我在家已经说过他了 这么着 我对他们跟你说上个对不起 对不起 别说得那么轻巧好吗 蓝星来我们家我已经很反感了 昨天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 我就忍了 但是忍是有底线的 人是有道德底线的 你怎么这么想跟我们现在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们家蓝星跟你一样 以前我太傻了 现在我不会被你们两个人欺负了 谁欺负你了 你说你现在想干什么 你总不能抱着孩子到我公司来要挟我吧 刘光耀 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吧 我养孩子也从来没有找过你 今天我抱着孩子来到你们公司 是因为你们伤害到了我的孩子 我要为我的孩子讨个说法 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去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我刚才蓝星那事给你道过家了 对吧 问这孩子是不是老刘家的 那也是我妈们一厢情愿 这跟我无关 咱俩都走到这个程度了 我什么都无所谓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 我也是有尊严的 我要为我的名誉讨个说法 我要为我孩子将来讨个说法 你们家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孩子是不是你的吗 干吗偷偷摸摸的呢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 查他们水落石出呢 我不想水落石出 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去的 因为你怕 你怕如果孩子是你的 你无法面对 是不是 是 但是你没有选择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说小翔怎么还不联系啊 不去也得去没人 不去也得去 你去上眼了 自己也得去 有点 心里 你不是小翔 我吗 但我并非你 很深切 我会不会 我去找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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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把蓝芯捡头发的事 告诉小强啊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余小强有光要把你们的 收拾件的收拾件给你们给我 现在闻着我闻着呢 还要稍等一会儿 前面还有一句 你能不能帮我先抱一下孩子 干嘛 他饿了我得给他中奶粉 这怎么办我得 拖着呢 对 嗯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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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不哭 乖乖乖乖 不哭了 不哭了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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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小猪 小猪 胖乎乎 让它睡觉 它呼噜噜 小猪 小猪 呼噜噜 小猪小猪 小猪 呼噜 哭哭 让他睡觉 让他睡觉 让他哭哭 你看我一抱就不哭了 这儿通过的难受呢 好 好 好 慢点 慢点 我看起来 好 好 好 我 我 我 起来 来 她特软和 妈给你吃饿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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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带着喊子进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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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饿了 Esse男人 recon夜 Hawai 你快乐 活着喊子 事 赶紧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打地 打什么车啊 现在这是高峰期 车可不好打了 再说天这么凉 再给孩子动着 上车吧 走 来吧 我孩子不会 不晕车吧 不晕 你带孩子是不是挺累的 你好好开车吧 别说话了 好 我还得用 没事吧 没事 麻烦你送我们回来了 应该的 那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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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这儿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不能家里说呀 我怕回家被妈骂 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先原谅我我再说行吗 咱们这两口子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你说的是了 今天我去找大美做亲自鉴定 我太着急了 我把装有你和毛毛头发的包 给落在出租车上了 等我见到大美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也是呢你说我那么多包 我偏偏把那个丢了 真是见了鬼了 就这事啊 头发丢了 丢了亲自鉴定就做不成了 丢就丢了呗 不做就不做了 怎么了 好 这事咱们到此为止 今后谁也不要丢了 好吧 回去怎么跟妈妈交代啊 妈哪儿我说 我就说我丢了 不行 妈肯定不会信的 也都怪我 你说我跟妈信口开合的说什么呀 妈 要不然我干脆承认了吧 妈怎么骂我 我都认了 不是 你倒提醒我了 如果妈真不信 她还非要做这个亲自鉴定 她去找小强 小强答应她 这事怎么办 不可能 没什么 余小强绝对不会同意她 没什么 因为那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的呀 余小强要是答应做亲子鉴定 等于自取其辱 那等于昭告天下 她余小强在外边有人呢 但我想想 有道理 你说得有道理 怎么还玩啊 为什么不吃饭啊 说话 生气了 生气了就说别给我挂了 小心我揍你啊 听见没有 刘伟儿 你怎么了 问了你半天你也不说话 别跟个小孩一样在这儿使性子 我就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个小孩 所以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你想知道什么事啊 今天为什么是刘光耀送你们回来的 那个点外面打不到车 我抱着毛毛胳膊都酸了 街上又冷 就顺路把我送回来了 怎么了呀 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后来还关机了 你每次打我电话 一打起来就没完 我有事嘛 完事了我就给你回过来了嘛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跟刘光耀干嘛去了 我问你话呢 什么事啊 说话呀 你跟他干嘛去了 是吧 你不说是吧 我明天自己问刘光耀去 我带着毛毛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了 你去之前有没有想过又误我的意见 我当时就是一时冲动 做完了现在我也挺后悔的 我不怕你生气 所以就没敢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总是拿这件事说事我受不了了 为了毛毛 还有我的清白 我要还给他们一个真相 那就不是一时冲动 你早就想做了 是不是 我问你是不是 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想过 什么感受 不好受 滚蛋 你知道我不好受你还这么做 你做个爱情 육少江 我娶了你 我就是毛毛的父亲 这是我对你们母子的承诺 而且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毛毛是我包家明的儿子 你今天一句话都不说 抱着毛毛 就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 你是让大家都知道 毛毛是她的儿子不是我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 人家知道了也没事 反正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的 可是这么大的事 你非得没跟我商量 你一声招呼不打你就去做了 你把我包家明当什么了 我是你的丈夫 咱们俩是在过日子吗 我希望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我希望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你不许多一点 什么 掉了 掉了 心里紧张啊 那东西不是正到这儿来的 再加上手忙脚乱 那可不就掉了吗 那就说做不成亲子鉴定了 那除非您再能给捋头发去 我做不出来 我 所以这事咱也先放放 好吧 光耀 我可是抱过毛毛的呀 那个孩子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呢 你们两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 可通用啊 我看您就是想孙子想的 还有啊 我 我跟你讲件事啊 没事吧 那个 今天包家明来过了 他来干嘛 他说是来回礼嘛 毕竟我给孩子包过红包 人家说来回礼 我也不能把人家挡在门外边 是不是啊 我就请他进来了 结果跟他聊着聊着 我就把你小的时候照片给他看 明明你跟毛毛长得一模一样 他非要说他是毛毛的爸爸 结果他这么一绕我这么一击 我就不小心说出 蓝星剪了一撮孩子头发 他要去做亲子鉴定的事了 不 后来我是否认了 可是包家明好像已经听进去了 我今天一天哪都心神不宁啊 他跟那个于小强有没有去找你啊 那倒没有 那就好了 我还一直担心哪 他们两个人去找你跟蓝星拼命哪 不会的 真要找就找呗 有我在呢 您甭怕 你不知道啊 我今天哪 连见到蓝星我都心虚啊 一不小心哪 把他偷见头发的事情说出来了 也好 民不振 言不顺动来的头发 掉了 掉了也就掉了 就是 所以说嘛 这亲子鉴定的事 你就别再想了 好不好 好 我可以不想了 反正现在做不做亲子鉴定 对我来讲毫无意义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刘光耀 儿子 是你的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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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说还得等会儿啊 你这天还不错啊 本来说还有雨 天气预报说了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好 是啊 现在什么都不靠谱 你这边报告出来了 不 谢谢啊 嗯 你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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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告诉我就行 我不用看 喂 佳明 你干嘛呢 我在爸这儿呢 我带萌萌来看看爸爸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敢先斩后奏呢 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萌萌那么小 你带她坐那么长时间的公交车啊 你放心吧 没事儿 东西我都带齐了 萌萌现在在姑妈那儿呢 你等会儿啊 爸跟你说 喂 小强 你别管家名啊 是我让她把毛毛带过来住两天的 你姑妈说怕你太累 她帮了你带两天孩子 怕你不同意嘛 所以没告诉你 你放心吧 你姑妈带孩子有的是经验 姑妈带毛毛我当然放心了 我是不放心报家名 你晚上别跟她喝酒啊 你看 我把她留在这儿 那就是想让她陪我喝一杯嘛 那郑重她的下怀 你等着她向你告状吧 怎么 你们俩有事情了 你晚上别主动问她 听她要跟你说什么 肯定是你又欺负她了 你不许欺负她啊 佳明啊 是不错的 给我买了她电脑 正装呢 说 说以后啊 咱们就能那个什么 那个 视频通话了 爸 这个女婿算是被你给挑着了啊 你们俩就好好聊啊 我挂了啊 好 来 过来喝点茶 好 爸 有件事我得跟您道个歉 我妈去过上海 我 我知道了啊 后来你和你妈又一块回了一趟老家 小强都跟您说了 是她张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你啊 你太不像话了 你自作聪明 有的时候啊 这方法不好 它也不会有好结果 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不过这事我是做得不对 对不起啊 爸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是说啊 你爸爸妈妈 一定很伤心 我爸他倒是个通行达理的人 关键是我妈 不急 慢慢来 那小强是个什么人 你还不了解他吗 日子长了 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接受的 你不知道我妈她多不尽人情 要不然五年前我也不会离家出村 不能怎么怪自己的父母 这人跟人哪 要是不接触 不交流 不沟通 那中间老也隔着千山万水 你 可要是有机会 能够相处在一块 这日子长了 谁是个什么人 一清二楚 是不是 我呀 给你爸爸妈妈 准备了一点出鸣糕 是我和你姑妈亲自做的 抽空啊给他们寄去 让他们也尝尝 这个高啊和那个高 它是谐音 步步高 多吉祥 行 我一会儿就去交快递 就算你父母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小强 没关系 来日方长 细水长流 还有什么能够撑得过时间 这人和人之间 他有什么 他能挡得住真情 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有点累了 回去先回来了 面煮好了 吃碗面上去 不吃了 您吃吧 好 光雅 你是不是跟蓝心闹别扭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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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儿子 你已经是二婚了 真要有什么 你忍着点 让着点 没事 您谈什么气啊 我总觉得 蓝心这个人哪 太难搞了 他心思太鬼了 怎么样我都觉得他比不上余小强 我们俩都走到这步了 您就别说这话了我 那怎么的 就让这些话在我肚子里头烂了 你是我儿子 你是我儿子 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去 我懂 都怪我不好 我不应该答应你们结婚的 我就光想啊 只要你过得好 你幸福 我能抱上孙子 我何苦当个绊脚石 我何苦当个绊脚石 可是现在看看蓝心这个人哪 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阴暗了 怎么能拿个剪刀去剪一个小婴儿的头发呀 太酸了 他什么做事不对 但这事跟您也有关系 您说您 干嘛非要做那什么亲子鉴定呢 我可没有让他去剪人家小孩头发啊 而且讲到这件事呢 我还觉得真悬了 你想啊 他先说是剪了孩子的头发 紧接着呢 说头发掉了 这不就做不成了吗 他来这一手啊 就活生生断了我们要做亲子鉴定的路啊 莫测高深哪 我还真搞不懂啊 是 我想抱孙子没错 我这几天思前想后 我这个心情啊 就好像坐过山车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难受 你说我图的什么呀 你挣这么多钱 我辛辛苦苦的守着这个房子 不就是指望将来能够多留一点 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吗 中国人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你也安慰安慰我呀 我说了那么多 我心里头委屈 我心里头也委屈 那你跟妈说呀 你看看那个 基因鉴定 谁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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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啊 我们刘家有后 光要有孩子 你要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还说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好 余小强 怎么有心情请我出来聊天啊 你少废话赶紧做吧 怎么一来就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啊 我们本来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因为你要攻击我 你要挑战我 为了保护我儿子 我只能回击你 我问你 你那天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去剪我儿子的头发 谁说我剪你儿子头发了 你既然做了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我儿子才刚过一百天 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你真的是太可怕了 万一你的剪刀扎到我儿子的脑袋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就是坐牢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余小强 我根本没有剪你儿子的头发 我承认我对老刘和我婆婆撒谎了 请你相信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你可以回去看看吗 看看孩子的头发 有被剪过的痕迹没有 你还可以找警察来调查调查 或者找一个什么绝微机会 去鉴定一下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可以吗 你既然没有做 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 因为我婆婆一直想搞清楚 那孩子是不是刘家的 我只有骗她说剪了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然后告诉她不是 她才能断了这个念头 我这么说你总相信我吧 我怎么那么恨你呢 你真的是机关算尽 但是我告诉你蓝星 人算不如天算 假的永远也掩盖不了真的 事实就是事实 我可以受你们的侮辱 但是我儿子将来还要长大成人 立足于社会 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头顶的这些谣言 灰暗的生活 所以作为母亲 我有责任为我儿子做一件事情 我跟刘光耀还有我儿子 去做了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报告 就在刘光耀那儿 你回家就可以看到 还有请你转告刘光耀 不管他们家 对我儿子以后有什么想法 都希望能尊重我们的离婚协议 过去的对于错都已经过去 请尊重现在的生活你也一样 我儿子现在信我报 永远也不会信你 想不到余小强 会拉你去做亲子鉴定 现在证明孩子是你的 不摆明当初我们冤枉人家了吗 早知道你什么混蛋 现在说这给你用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事要不要跟蓝欣说 别别别千万别啊 不过她以前那儿说过 如果我们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她支持 傻儿子 她的话你还能相信呢 当务之急 反正就是两点 第一 先别告诉蓝欣 省得她闹事 第二啊 稳住小强 反正孩子已经证明是我们家的了 咱也不急 慢慢跟她磨 想办法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 但小强的个性 也不是这么轻易就会答应的 我们得准备做持久战了 早知现在何必等出啊 后悔药也来不及吃了 现在啊 你就赶紧让蓝欣怀孕生个孩子吧 这样她心里平衡一点哪 对了 不要再吃避孕药了啊 避孕药 蓝欣跟我说的 你们不是在避孕吗 什么年纪了 向我蓝欣一向心高气傲 一帆风顺 我堂堂海外归来的高级设计师 我居然会败在一个 家庭主妇的手里 太狼狈了 太狼狈了 你啊 就是喜欢自作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看遭报应了吧 什么叫报应啊 你别不相信 这市场还真有报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过你要是现在 想扭转局面的话 应该你还来得及 怎么扭转 他们都不相信我了 要不然 也不会背着我去做亲子鉴定 那还不是因为你撒谎在些 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弄丢了头发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你现在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隐瞒 二是说出真相 我怕 我怕说出真相 就会失去我来之不易的家 我怕让他们知道我生不出孩子 我的未来就更不堪一击了 我怕余小强和他的孩子 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只是蓝星 你越是害怕越不能逃避啊 你就说出真相吧好不好 要不然你会更加难过更加崩溃的 你 你慢点 小强跟我说了 不让你多喝 他是怕我戒酒消愁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有什么愁啊 也的确没什么 都过去了 这个可不像你包家名的格性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心里藏着是喝酒 这酒可喝不通啊 爸 小强有没有跟你说 他和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的事啊 有这事啊 我明明知道毛毛是他们生的孩子 可真去做了亲子鉴定 我这心里还是挺别扭的 我这感觉 他们是原装的是原配 我倒成了局外人了 后悔跟小强结婚了 那可没有 那就是 感受到生活的痛苦了 我是害怕 你怕什么呀 你怕他们留着 把毛毛带走 毕竟他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 他们能把你对毛毛的爱 也一块带走吗 当然不能了 这不就行了吗 知道 我知道你对毛毛有感情 大家全都看在眼里 小强他心里能不清楚 他为什么带毛毛去做亲子鉴定 这个你替他想过吗 我的女儿我了解 他绝不是想让毛毛认刘光耀这个亲爹 他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再说了 这一辈子 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亲爹是谁 这亲爹也不敢认自己的孩子 那这对谁都不公平 你说是不是啊 那 江明啊 我知道你心里痛苦 可是啊 这一个男孩 要想成长为一个男子汉 他就必须接受生活的痛苦 就这样 他才能慢慢地变得强大 才能懂得承担 知道包容 老实说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内心还是一个小孩 我怕我做不到你说的 那种大度 慢慢来嘛 以后啊 心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到这儿来 岳父陪你喝个痛快 那小强该不痛快了 那没办法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他们女人理解不了 岳父敬你一杯 小婿敬岳父一杯 好 来 回来了 吃了吗 我在外面跟同学吃过了 下回不回来吃饭呢 先给个电话 哦 光药呢 在楼上啊 那我先上去了 妈晚安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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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洗洗洗睡吧 我也困过 我一回来你就困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就是想想工作上那点事呗 工作上的事 你什么时候烦心过 你就是不想跟我说话 人都说了 这夫妻之间啊 如果什么也不说 时间长了 就真什么都不想说了 你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了 那一定是有什么事 你会认为我会多想 要不然 你怎么会说我想太多了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跟绕口令似 早点睡吧 我先睡 明天我还得早起 妈妈回来了 大姐啊 昨天把她接回来嘞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胖了胖了 大姐也行啊 这个带匣子 还是她姑妈带的好 对呀 老人有经验嘛 怎么 你要出去啊 就带她到前头那个公园 去晒晒太阳 对对对 今天天气好 晒晒太阳去吧 路上小心一点哦 好嘞好嘞好嘞 阿婆 你拿着东西 上楼梯的时候也小心点啊 好 知道知道了 阿婆 我走了啊 早点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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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忘带什么东西了 小强 萌萌呢 小管带着出去晒太阳了 真不巧啊 你看家里什么都有 你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 一点心意嘛 要不我坐着等她一会儿 你要喝水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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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强啊 小管带孩子行吗 那么年轻没经验 我还真不放心呢 他挺好的 他帮了我不少忙 小强啊 你现在还没有工作 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呢 没困难 真的没困难 有困难就跟我说 毕竟我是孙子的奶奶嘛 又不是外人啊 爷 来 坐 我们俩聊聊嘛 小强啊 那个 那个 光要把鉴定报告给我看了 我收起来了 以前冤枉你了 过去不说了 我要说的是 谢谢你啊 你还愿意主动去做亲子鉴定 我非常感激你 我非常感激你 我们柳家终于有后了 我也对得起光耀死去的爸爸了 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吧 毕竟名正言顺了是不是 是 我是想说你忽然来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 哦 我是想啊 那个 你要是孩子带不过来呀 我可以帮着带他 光要就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有经验 您现在年纪也大了 好好想想福吧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最要紧 我每天都锻炼的 我的身体你不知道吗 我身体好得很啊 尤其要带自己的孙子 我浑身都是劲儿 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自己带的 是 那个 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吗 这奶奶看孙子嘛 天经地义是不是 也不是 你今天忽然来 我都觉得挺意外的 是 我今天是失礼了 没打招呼就来了 可是既然已经来了 以后再来就不意外了是吧 我的意思 你一下说要常来看毛毛 我没有心理准备 这个我也得跟家里人 再商量一下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是奶奶她是孙子 我们有血缘关系啊 再说了 不让奶奶看孙子 这要传出去 人家说你与小强不通情理的 好了 毛毛既然不在 我就先走了 把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吧 这家东西算什么 我所有的财产 给毛毛我都愿意啊 好了 不扯你了啊 你啊 小管呢 小管 阿姨 带毛妈晒太阳啊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阿姨 你气势真不错啊 那当然了 心情好嘛 都有孙子了 好好好 阿姨啊 大姐讲的 这个孩子谁都不能抱的 谁都不能抱的啊 你紧张什么呀 我刚从她那儿来 她答应的 她答应的 说奶奶嘛 抱孙子不天经地义啊 来 拿着 好吗 宝贝 你醒啦 你看看多精神啊 我们这多帅啊 你看看长得多好 来 干什么看 你不知道啊 她跟光耀小时候可像了 吵你了啊 奶奶帮你吵醒了 哎呦 呼 笑笑 你看多乖 她叫奶奶嘛 你有没有叫奶奶啊 哎呦 你看长得多好 拿着 真的呀 阿姨 你把孩子给我吧 我们回家了 小强 我抱抱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这样的 走啊 今天真的不是我让她抱毛毛的 她讲是你答应的 所以她一跑上来她去抱毛毛 我都吓死了 还好你来了 不然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跟你没关系 小强 这事千万别让家门知道了 大姐 有句话我不晓得当讲不当讲 高红阿姨之前 是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她毕竟是嬷嬷的奶奶嘛 奶奶抱抱孙子 也是天经地义的嘛 对吧 老张啊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个性倔强 我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来求你帮忙的 怎么了 今天我抱孩子抱得好好的 俞小强一来二话不说 就把孩子抱走了 这不摆明了告诉我不能靠近孩子 不能抱孩子吗 老高啊 离婚让俞小强真的很伤心 你们那会儿指责孩子不是老刘家的 这不等于断了跟孩子的联系吗 现在做了亲子鉴定 就要把孩子要回去 这世上哪里不复出就要得回报的好事啊 我没有说现在就要抱回去啊 我只是希望能够让我看看孩子抱抱孩子 我带带孩子啊 是 他们离婚的时候是闹得一塌糊涂的 但是大家都有错呀 再说了 孩子是无辜的 他毕竟是我们家刘光耀的亲生骨肉啊 为什么我一个做奶奶的 我连我自己的孙子我都不能看啊 你不知道 我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份亲啊 那真是血浓雨水啊 大心里都轻啊 老高 你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啊 远在天平 静在眼前 我自己的孙子我不能碰 我不能抱 不能看啊 那老高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老张啊 你跟小强的妈妈是示娇 也是你到我们家告诉我小强怀孕的事 我请你帮忙 跟小强说一声 允许我去看看孩子 求你了 他听你的 可是之前 你们把于小强伤得这么重 这我都知道的 我 我在这件事情上 不能没有立场 你是拒绝我 对 我得尊重于小强的选择 老张啊 你真是太不通人情了 是我不通人情 还是你们冷酷无情啊 老高啊 你知道于小强 生下这孩子多么不容易吗 他是被你们家小三气得早产 差点没命你知道吗 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人哪都上哪儿去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谁 比于小强更爱毛毛 也没有谁可以不顾及他的感受 把孩子拒为己有 如果认为你 我拒绝你就是不通人情 对 我就不通人情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伤害 说原谅就能原谅的 对不起了 对不起 我妈妈一枪头就把你回掉了 你那个前婆婆也太势力了吧 现在知道后悔了 之前干什么去了 真是的 我越想越气呢 他们凭什么怀疑毛毛不是他们留家的 现在亲子见睛做出来了 就是他留光耀的 估计他现在壮强的心都有呢 自己的孩子不能认 真是活该 可是他妈妈要是一次一次过来看毛毛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不要理他 照样拒之门外 我也这么做了 可心里还是有点不忍 你说奶奶来看孙子 我死活不让 会不会有点无情啊 你有没有搞错 是他们无情在先好吧 那倒也是 以前死活不认 现在一下子又热情如火 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 暂时我也得考虑我们家家明的感受 家明对我去做亲子见女心里一直有障碍 本来他一心一把毛毛当自己的孩子养 你说现在刘家人一次一次跑过来 那不等于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 毛毛不是他生的 你说他心里怎么受得了 对呀 包家明这个人啊再厚道 也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哦 小强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的 人来了不让看 来了就敢 门都不让进 他像个个婆子一样的 对他这种人就不能细思手软的 那你说毛毛要是长大了 知道我这么做怪我怎么办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做事情嘛老是瞻前顾后的 干吗呀 你想跟他们妥协啊 别的我不敢说啊 你要这么做 包家明那一关肯定过不了的 不信我可以帮你去试试看呢 我今天又去找于小强了 不是 我想孩子嘛 一个人在家里头憋得难受 那您是不是跟他提 亲自监禁的事了 那当然了 我还试探着问他呢 嗯 说毛毛能不能让我带 他一口就回绝了 他一口就回绝了 一点也不给辫子 您哪 也是太着急了 亲自鉴定不能白做吧 那你说孩子还认不认呢 别问我这个 一问这个我就纠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听我的 嗯 你说 第一 找周律师 嗯 问他如果小强不让我们带孩子 看孩子 我们该怎么办 嗯 做什么准备 嗯 第二呢 我们仍旧采取主动 经常没事就到于小强那里去走动走动 软磨硬泡他 软化他 第三 给孩子准备一笔钱 - auster - 清